今天要解決的 這樣可以穿掉嗎? 對 好吧 今天 最後一段要解決的 上次談到生殖周期的部分 就是記得 你還是從下往回推會比較好一點 子宮內膜的周期性變化 基本上主要是受到 頑巢所分併的動體素 跟黃體素 動體素跟黃體素 這兩個技術所影響 可是 軟巢自己本身所產生的 這個周期性變化裡面 不是只有性腺激素 不是只有動體素跟黃體素的問題 這兩個技術的分泌 跟對泡的發展 或者是黃體的發展 有密切的相關 所以 大家去看這兩個技術的分泌的時候 還要再進一步去對照 綠炮的發育過程 以及 綠炮排卵之後 黃體的轉變 所以記得 卵巢這個地方總共有兩個層次的變化 第一個是 它構造像 綠炮跟黃體的問題 第二個是 它分泌性腺技術的問題 然後 接下來再去往上追 追那個什麼 腦垂線前葉所分泌的 FSH跟FSH 所以能夠刺激綠炮發育 主要的關鍵是FSH 所以它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往前推一點點的時間 在上一次週期要結束的時候 FSH的濃度有開始在增加 對不對 那刺激綠炮開始 走入成熟過程的時候 它的任務就完成了 所以它的濃度就開始下降 然後排完這個動作 所以它都需要LH跟FSH 去共同做 可是 如果你要再往前 追這個問題的話 是因為 當綠炮成熟的時候 動停數的濃度 會達到一個 近期內的高峰 這個是會對 腦垂線前葉產生刺激效果的 所以 腦垂線前葉什麼時候 決定要開始 把LH跟FSH的濃度 拉到最高點 就是 依據這個特徵 然後 之後 在FSH的濃度 相對比較低的時候 事實上 那個黃體素跟動停素的濃度 反而是屬於高峰期 那為什麼是高峰期 因為這時候黃體的功能是最好的 那不久之後 黃體的功能開始萎縮 黃體素跟動停素的濃度 就開始走下波 這個時候 對於子宮內膜來講 它所受到的這個刺激強度變弱 所以子宮內膜會開始變得比較不穩定 然後一直到 不穩定到 子宮內膜開始波了 OK 下一次甚至走下 開始 這四個層次的對應 關係基本上很重要 很複雜 好 所以接下來 往後面 下一個階段 因為生殖週期是 預備時期所要做的事情 那所以假設有生殖細胞受精的話 OK 次極端母細胞是排卵出去的 那個關鍵的生殖細胞 那當次極端母細胞遇到精子結合的時候 最後有幾個比較大的問題是說 第一個 到底會有多少的精子能夠到這個地方呢 因為精子一路呢 基本上至少有三個關卡 第一個關卡是陰道環境 偏旋性 這個對精子的活性來講 基本上是異次性的 第二個 你從陰道一直要由到那個 書彎管這邊路程比較遠 有一些精子的能量很不足 那第三個就是這個 當精子遇到那個刺激端母細胞的時候 它要去突破那個 那個蟲蟲的這個障礙 尤其是最後這個關卡透明層這個地方 所以不見得所有的精子都有機會突破這個點 那我們一般認定應該都是只有一個會成功 那第一個精子突破之後呢 完成受精 所以後面呢 接下來會不會擋下來 因為這時候刺激端母細胞的表面 會產生一個新的保護層 然後阻止後續的這個精子呢 再繼續進來 好 那第一個精子進去之後 完成受精的這個啟動過程 第二次減速分裂就開始發生 所以那個次級卵母細 次級卵母細胞的細胞核 就會再進行一次核分裂 所以這時候就會產生兩個細胞核 其中一個就代表卵的細胞核 那那個卵的細胞核 就會去跟精子的細胞核結合 OK 接下來 那完成結合之後呢 接下來這個大概24小時左右的時間 受精卵會完成第一次的有四分裂 所以這時候就產生兩個細胞 那緊接著再完成第二次的分裂 就產生這四個細胞 那接下來的一路的發展過程呢 一直到離開疏軟管之前 它都持續的再進行有四分裂 所以細胞核目呢 就越來越多 可是我們去觀察 那個細胞核目雖然越來越多 所以就是即將離開那個 假設是即將離開疏軟管的那一團細胞的話 這就是一個配胎 早期的配胎 那可是這邊如果再畫一個瘦精卵的話 就會更明顯 這一團細胞的總體積 跟當初的瘦精卵的體積 事實上差不了多少 因為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它還在疏軟管裡面移動 沒有太多的額外的養分的支援的情況之下 它只能把養分投資在增加細胞核目 無法拿多餘的養分來進行生長 所以我們講生長了兩個層次的變化 一個是細胞速度的變化 第二個是細胞體積的變化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它只好把能量投資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把這段時期呢 很明顯 是一路的再進行有四分裂的過程呢 叫做團裂期 那這段的如果跟路程來配合的話 它應該都還是在那個疏軟管這邊 那團裂期完成之後呢 大概是十幾個二十幾個 二十幾個細胞 好 那這個十星團呢 我們通常會把它叫做三勝配 你會寫吧 三勝配 就算三勝 就算三勝 會寫齁 三勝配 十星的喔 就是你要看 它不是空星的喔 對對對 八十頁 左上 右上角 對 是那一顆 三勝配 重點是上勝會誰啊齁 就那個上勝 到底是木還是草 八十頁的那個圖 有人說草是正確的 可是它是木本植物啊 三勝是木 右上角 八十頁右上角 那一團 再來它會變成空星的 下一步會變成這樣子 下一步會變成這樣子 不是 這時候就叫它南飛 變成空星的叫南飛 所以在之前 南飛之前是這樣子的 十星的 三勝配 拜拜 好了 好了 我也是喜歡這個 打字比較容易 然後 那 這一段的 胚胎的演變過程呢 其實現在很多人在懂 它的腦筋應該知道 就是 那個胚胎幹細胞的研究 目前因為基礎瓶頸的關係 所以很多人其實還蠻想要 這個之前的胚胎幹細胞 因為大概四個 四個細胞時期以前的胚胎幹細胞 當然甚至於是受精卵 它的能力比較好 就是它這個發展的能力比較好 這個之前呢 你取任何一個細胞 都有可能可以塑造出一個完整的人 就是它的分化能力是比較好的 這個時期呢 是 幹細胞是全共能行的 那你越是往後呢 比如說八個時期以後呢 目前 基礎瓶的瓶頸很有可能 只能大概成功培育出 像七萬長子 沒有辦法培育到一個完整的人 所以為什麼他們一直希望 那個法案上可以突破 有些科學家會覺得 它不過就是一個細胞 但 比較是以人道的角度來說 可是它將來可以變成 是一個完整的生命 所以這個地方 怎麼去哪裡那個實度很難 因為老實說 如果幹細胞可以成功的話 假設有人真的是 因為 因為真的很 有非常強烈的理由 所以真的需要換器官 那這個是一個 很不錯的細胞來源 這樣子 以現在的技術來講 當然以後如果 技術瓶頸突破的 隨便拿一個皮膚細胞 都可以做得出來 那就另當並論 所以為什麼 現階段的研究上來講 很多人在動這個階段的 這個環腦筋 就是這樣子 不是講環腦筋 就是希望取得一個 比較能力不錯的材料 來做後續的研究 那接下來 南胚呢 離開輸彎管之後呢 它會開始進行轉型 細胞速度沒有大幅度的增加 其實跟上層胚差不多 可是它會變成是空心的 那這空心的細胞安排當中呢 外面一圈 就一層而已 然後接下來呢 它把剩下的細胞呢 集中在集中一個角落 其餘的地方通通都是空的 全部都是液體而已 那我們就把這個呢 稱為叫胚包男胚黑男 基本上這個詞 就稍微知道一下 就稱它是一個空心的細胞塊 然後 周邊的這一層細胞呢 我們把它叫自胚層 其中有一個角落 明顯細胞的層次會比較多的 不含最外面的那一層 我們把它叫內細胞群 好 這個就是胚包男胚黑男 形成這個狀態 差不多應該已經進到子宮內了 然後接下來它會以這個狀態 看到嗎 接下來它會以這個狀態呢 會落在那個子宮內膜的表面 落在子宮內膜的表面之後呢 周圍的這個滋胚層細胞 會開始分泌水解酶 將子宮內膜表面的那個組織呢 給分解掉 所以自己呢 溶解出一個坑 然後把自己埋進去 那等它自己全部埋進去之後呢 那個原本在子宮內膜表面 被融開的那個破屬的地方 因為它還是持續受到黃體素的刺激 所以那個子宮內膜的表面會迅速的修復 然後就好像就是塗重新蓋過去 你把種子埋下去塗蓋好 然後表面好像從來沒發生事情一樣 所以接下來有一段 好有好幾天的時間呢 它都是在子宮內膜下發生變化 發生什麼變化呢 因為從這個階段開始呢 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 要趕快跟旁邊外面 外面不是那個子宮內膜的組織嗎 對不對 那這邊最重要就是會有很多的那個微血管 所以它要趕快這個自己建立那個自己的血管 然後跟母體這個地方呢 開始產生物質交流的可能性 所以要建立胎盤 那胎盤是一個很複雜的構造 那個就是你 追溯到最早最早之前的那個細胞 其實只用了哪裡 只用了內細胞群 旁邊那個是整個懷孕過程當中 額外的這個構造 像胎盤、肌帶這些構造所需要的 那內細胞群呢 基本上是整個將來 負責長出你身上所有細胞的這個來源 那有一個東西稍微提一下就好了 將來高三 嗯嗯 應該還是會再提一次 那內細胞群 你只有一群細胞 所以一開始只有一種細胞 OK 後來著床之後呢 那一群細胞呢 會開始大約分成兩個層次 那我們就把它叫做二配層 那外面的叫外配層 那裡面的就叫做內配層 那裡面的就叫做內配層 那下一步呢 會在中間再發展出一個第三個配層 所以這時候呢 總共就會有三個配層 中間多出來的就叫做中配層 那裡有很多的系統沒錯 然後這些系統又動用到很多的器官 可是我們以前提過一個概念 你要做出一個器官的話 你需要很多種不同形態跟功能的細胞 然後去合作才能夠塑造出一個器官的構造特性跟功能這樣子 那大部分的器官通常會用到三種組織 對不對 我以前講過嘛 所以器官的等級之下 在細分就是不同形態或不同功能的細胞 那叫組織對不對 所以就表示說 今天如果整個人體的發展過程 從那個胚胎時期 到底現在個體接近成熟的階段呢 事實上這一路呢 我們身體的構造面產生這麼大的變化 那如果我們能夠在一開始整個胚胎的發展時期呢 就開始妥善的安排這些細胞 所以等到我們身體成熟的時候 這些哪些細胞該落在哪個層次 基本上這個組織不確定下 所以你看一開始的時候 我只有一種細胞 然後後來呢 我約裂把它分成三個類別 有點像 然後這三個類別呢 將來就會落在我們身體不同的構造的 不同的層次的位置 也就是說你的身體的四大組織 就是由它們發展來的 那那個外中內呢 約裂來說 其實有一個規則性 就是通常外配層呢 就真的是比較負責外面的部分 所以像我們皮膚的表皮 就是有它負責的 所以內 像我們以前談那個 你看血管最裡面的內層細胞 叫什麼 內皮 所以像 你看它有什麼內皮 上皮 那就是我們身體裡面 有沒有 像管子的表面 你的細胞 對不對 味道我們身體那麼深層的部位 那個通常就是內配層來的 所以包括像很多的內臟 有沒有 像腎臟 像肝臟這一種 所以我們很多的內臟 其實大部分的細胞 都是由內配層共鮮的 你看看 好 所以如果你用血管來看的話 你看血管的內皮 是屬於內配層 對不對 我們身體的表面這個地方外配層 然後血碎血管那個 內皮之外的那兩個層次 一個叫 平滑肌 在外面叫 解力組織 這個就是中配層 所以像 骨骼 肌肉 就是屬於中配層來的 所以它當初在胚胎當中的位置 跟 後來出現在你身上的那個 所落在的那個層次 是有高度相關性的 那 圍堵只有一個比較難推 因為這個現在高中已經把這塊 整個都抽掉了 就是神經系統 神經系統很特別 神經系統它是外面能做出來的 因為當初那個胚胎在埋進去之後 它曾經做了一個轉型 這是胚胎 然後這是三胚層的位置 然後它就從這個地方 整顆球呢 就凹進去 凹進去之後呢 整個就陷下去 那你從這頭看呢 看看 這是一個空心的東西 從側邊看 它是一個管子 然後這個管子呢 就成像 有一個長條型的氣球 然後這頭呢 這氣球就被吹大了 就是畫你的腦 然後後面就是肌腿 然後再從腦跟肌腿拉電線出去 所以 唯獨這個神經系統比較特別 它是為外面能做出來的 好 這偶爾提一下 所以 整個胚胎的發育過程當中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逐步的把這些細胞安排好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再讓它這些細節做出來 它的基本的位置先預留好 然後接下來再把細節做好 所以所謂的發育成熟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就是 把那個細節做得比較清楚一點 功能面比較完善一點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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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動作是左床 左床完成的時候呢 差不多是第七一天 看在子宮內磨的狀態 第七一天的時候 子宮內磨是怎麼樣的 就是厚度應該是最佳狀態 看那個腺體應該是有正常的革命功能 但延遲撐到第七一天 一般來說第七一天之後 子宮內磨的狀態其實就有可能開始變得不穩定 所以要搶在這個時間著床 就是這個原因 或者你反過來說 那子宮內磨一定要撐 撐到那個胚胎過來著床這樣子 不然的話胚胎就沒有好的著床環境 所以有一個早期流產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時候胚胎才乾著床 結果子宮內磨那個時候很不穩定 然後表面上看起來已經著床 已經做了這件事情做了 可是因為子宮內磨不穩定 萬一不小心子宮內磨剝落的話 少量剝落 是不是等同會把胚胎給帶走 就會形成那個早期流產 所以接下來怎麼辦呢 這個這樣整個流程看就會比較清楚的 從排卵 刺激亂部細胞 然後輸彎管裡面完成收集 然後開始進行軟裂的這個過程 所以你看 也像它剛進子宮的時候呢 它還是平行細胞的版 然後緊接著就完成 然後新端變成為那個胚胎 然後接下來做床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一個很明顯的問題是 子宮內磨為什麼11天12天之後 排卵的第11天12天之後 會開始變得不穩定 因為黃體開始萎縮了 因為黃體是受到LH的影響 所以當LH的分泌量越來越低 對黃體的刺激效果就越來越差 對不對 所以黃體在萎縮 動型素黃體素的濃度就變差 所以子宮內磨大概會沉浮下去 對不對 可是假設現在真的有胚胎左床了 那反過來說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去努力維持 動型素黃體素的分泌量 對不對 所以在我們想往上推 你就要努力維持黃體不要萎縮 所以這個辦法 這個事情要怎麼解決呢 就要考難 當藍胚左床的時候 就是那個支胚層那個地方 它就會開始發展出一個 非常重要的構造 就是絨毛膜 這個就是胎盤上面的這個主要的 這個表面的組織 那絨毛膜的細胞呢 會釋放HCG 人類絨毛膜性腺激素 這個激素呢 它的功能面非常像LH LH是媽媽這邊自己產生的 腦絕線前夜所釋放出來的 那當胚胎著床的時候呢 它的胚外就是那個支胚層那個地方 開始發展出絨毛膜的過程當中 它會順便釋放這個激素 就是HCG 而HCG呢 它雖然是胚胎那邊釋放的 可是你看到它 因為它著床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激素釋放出來之後 有沒有可能進入媽媽那邊的協議當中 OK 所以進入媽媽那邊的協議當中的時候呢 它就有機會去刺激誰 刺激卵巢這邊的黃體 對這時候它會取代 那個現在濃度已經相當低的LH 變成是刺激黃體維持黃體正常的功能 功能的一個激素來源這樣子 好所以你要想說它的功能像什麼 就像LH 這樣就好了 好所以只要它有出現 對不對 所以什麼時候出現 因為著床的時候它就會出現 所以著床之後它出現LH的濃度很差 沒關係我現在有HCG來取代它的功能 所以這樣我就可以繼續維持黃體的良好的分泌能力 對不對所以動性素也好黃體素也好這個濃度就可以繼續維持 那麼我的子宮內膜穩定性就會一直持續存在 對不對 那這樣胚胎式就可以繼續接下來它自己的發展過程 所以後來那個刺激因子就變成是反而是由胚胎來影響 好因為媽媽這邊基本上腦絕線前頁基本上已經不再去提到那個LH的分泌量 好那LHCG因為接下來 因為在對母體這邊來說的話 好這個蛋白質它當然會對黃體產生刺激效果 可是在血液當中它還是會經過腎臟 所以當激素用完之後呢 它可能會產生一些代謝追悟 或者是到時候在腎臟的過濾再吸收這個過程當中 就有可能會被遺留在尿易當中 所以一般來說 懷孕兩週之後你看第11天嘛 所以一般來說你比較穩定點大概第14天 也就是排卵之後兩週這個時間點 HCG就有可能會出現在媽媽這邊尿易當中 所以為什麼可以直接透過尿易的檢查來檢驗HCG的存在 當然這個東西它要夠靈敏 因為激素病是很微量的 所以我們只要找到一個靈敏的工具 可以檢測到尿易當中HCG的殘留物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確定 有懷孕的這個跡象 所以驗孕驗孕就是在驗這個基數 這樣你看好 好所以下一步看圖 比較有感覺 好 所以當胚囊吊在子宮內膜上面的時候 大概像什麼呢 像一顆小球這麼大 好 緊接了就開始警覺到 好像 好像月經有delay的問題了 就是時間到了 我們該人沒來對不對 就是看似要呼 要下一個小球 再看看 所以 排卵之後呢 差不多14天其實就可以驗孕了 這個時候其實 差不多才剛剛 A拿才剛剛卓爽 那卓爽之後呢 還是一顆球 但是這一顆球呢 就要開始轉型 轉變成什麼形狀 你身體是這麼多 然後捏一顆 捏面團 捏一顆 捏成做 有沒有看到做有桶的那個 只能跟一顆 這樣一顆 那捏成一條之後 這一頭要做大一點 變成做桶 你知道嗎 看出來嗎 你看 這頭的成果 這比例快是1比1 要不要體會到神殷系統的專家性 所以身為高等生物 就是先做出來的專家 所以神殷系統的發展裡面 中枢成績的角色 所以你看 這是第四週到第六週 第二週開始到第六週這階段裡面 從一車球 弄成一個長麵條 麵條的接口做大一點 然後開始弄出一個基本的輪廓 沒有手腳 所以這個圖就不夠清楚 我們當年在彈演化的時候 不是曾經提供一個 有個人去研究脊椎動物的胚胎發育的早期 對不對 大家就是這個地方腫起來一塊 也看不到眼睛 就是有一個很奇怪的 這邊腫一下 這邊腫一下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順著這個腫起來的部分 弄一個小勾勾 有沒有 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這個時期就是那個時候 然後緊接著下一步呢 就開始做那個手腳 所以你的手腳就會發芽 一開始長出去的時候 就只有小叮噹的手 看起來像蠻頭一樣 所以簡介人家看到 有那個手掌或腳掌的輪廓 然後最後呢 再把你那個手指的輪廓切出來 所以我們手指其實是被切出來了 這邊 先把裡面的骨架做好 然後在手指之間呢 這邊能夠分開 這時候就有完整清楚的 手指的形狀了 什麼時候 就這個時候 大概八九周這個時候 有沒有 看到這短片了沒 那如果你要更清楚一點的話 十周比較可靠 所以這時候的人情 這時候的人情就比較清楚了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大概八到十周之前 我們通常會把這個時期就叫做胚胎 因為比較不像的 怎麼看就是像外星人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期通常只用胚胎這個詞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通常各國在界定那個 落胎人工流產的那個臨界點 也是用這個來看 就是如果長這樣子 就是合法性的墮胎 感覺上那個道德的壓力會比較低一點 如果已經長成這樣子的話 再墮胎 這感覺心理層面上就會比較大 所以外國基本上在界定那個 合法的人工流產 就是關鍵時間點 這也就是以這個來看 就是比較沒有那個人情之前 比較可以接受 相對比較可以接受 應該這樣講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 因為這是畢竟是比較發育的早期 對不對 如果做人工流產的話 對媽媽這邊的傷害相對 有可能可以降到比較低 當然 這樣的舉動到底 算不算所理 有時候這種時期是相對的 那你也許有一些套路的空間 好 所以刮到石頭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叫做胎兒 所以接下來 經歷了大概九個半月左右的這個時間的發育 所以整個身體的架構會越來越成熟 剛剛你很明顯發現 是大部分在媽媽肚子裡面的時候 發育的重點真的應該頭超級大 對不對 那後來的那個曲幹的部分增加 可是手腳的部分是事實上 事實上還很小 所以是如果有一個對照組的話 你把那個小妹妹出生之後呢 把它身高量出來 然後把它頭的比例 然後曲幹的比例 跟成年人來比的話 你就會發現 卓鷹玩那個頭的比例是大很多 所以我們在整個早期的發育過程當中 把很多的能量都投資在哪裡 投資在神經系裡 所以頭這個特徵 其實是高等動物一個很重要的 好 好 那另外給你一個參考 一般來說的話 其實卓鷹有一個另外一個判斷的是 因為胎兒的心臟其實在第四周的時候呢 那個節率點已經開始作用了 所以已經會有心臟的現象 不過這時候還沒有真正的血液循環 這個心臟還沒有做好 血管還沒有變得好 所以那時候只是空有一群細胞會動 但是它沒有真正的循環的功能 這樣子 好 然後那個 八到十周 這個要看 東方人一般來講 是十周之後比較成熟一點 那西方人好像真的是八周 就可以把它成為這樣的胎了 然後另外一個上次講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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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那個生男生女 那 原則上是三個月啦 但如果能夠要撐到第四個月 再去判斷的話會比較重一點 因為這時候 外生質系的發展呢 那個 那個差異性會更清楚 那其他的 參考一下 大概 三十八周左右 基本上就會有相當的成熟程度 所以四十周左右基本上 那達到一定的成熟狀態的時候 所以下一步 要面對你的問題 就是準備生下來 好 所以 那個生的問題 等下大家看 那這邊補一下 所以這段發育的過程當中呢 胎兒的整個所有雅分來源呢 都要靠母女那邊提供 胎生的特質 然後呢 胎兒這邊呢 所產生的代謝廢物呢 要送給媽媽那邊去處理 所以剛剛提到一個很複雜的構造 就是胎胎 所以胎板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就是長這個養子 這是胎板 這個是早期黑胎 有沒有 怎麼看都是外星人 絕對不會是人 對不對 好 那這隻是脊胎 OK 那你從這個圖裡面 就可以看到那個脊胎裡面 是有三條血管 這顏色這麼深 很清楚喔 好 所以再連出去之後 你現在旁邊看到這個霧霧的是羊 就是把那個整個 它有包起來的 好 那所以 接下來一些真正複雜的是這個部分 你看 胎板這個構造呢 它跟子宮內膜 緊緊的糾纏在一起 對不對 那大多的物質 幾乎所有物質都在這個地方交換 養分 代謝非物 氧氣萬元化碳 都要靠這個 所以如果這樣我們要發展出那個 體外的生殖 體外的胚胎大育的話 恐怕先設置一個這麼複雜的工具 或者是環境 好 那所以胎板透過幾代 連結到胎兒這邊 對不對 所以物質的交換部位除了發生在這裡 對 哪一個 這裡 這裡喔 不是吧 緊張位置會高一點啊 眼睛 看起來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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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可能是那個 那個 開眼睛 開眼睛 這個啊 這個啊 還是心張 就是一個點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塑造那個形狀 那有一群細胞 它已經開始在塑造 眼睛它沒有真正成型啊 眼睛也是很複雜 像我們學到眼球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眼睛的細胞層次安排很複雜 因為它要把那個神經系統融合進來 所以到時候你就會 你先知道它現在是一個點 那這個點開始建立 開始在建立感光 然後它還要跟誰連結 它還要跟神經系統連起來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那這個就是羊 裡面包的液體就是羊繩 那這個我在猜應該是 標本 所以裡面的液體應該已經被替換掉了 所以以前那個人體展的時候 它就給你展示這種有沒有 胚胎一小顆 然後弄個放大鏡給你看 然後一路那個發育的過程這樣子 對啊 那個展覽真的是 對啊 它就是蒐集很多那種不同階段的那個 時期的胚胎 你要問它 我不知道 對啊 但是那個展覽很精彩就是 那可惜 現在不知道展到哪裡去了 如果有機會在台灣一定要去看一下 好 來 因為 不是 誰都有那個能力收集那麼多 那個 遺體 不同時期的被胎 這樣子 好 所以 再加上這個回去看那個 所以 幾帶連結到胎盤上面 那所以呢 現在對於胎兒來說 它現在把血液送到胎盤呢 透過什麼 透過幾動脈 所以幾動脈的血液流向是流向胎盤 那幾經脈呢 血液呢 是從胎盤要離開 回到胎兒這邊 那 有一個小數字稍微記一下 幾動脈呢 用了兩條 幾經脈用了一條 然後你看它的顏色 你看 這個動脈呢 標示成藍色 表示它是減陽線 幾經脈呢 標示成紅色 標示是充陽線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有一點點像誰 有一點點像 肺循環 肺循環 肺動脈送出去的 是不是減陽線 送回來是不是充陽線 可是這個地方 如果你只考慮 氧氣跟二氧化碳的條件 跟肺循環確實很像 可是如果你把其他的 血液當中的成分 一定一併討量進來 那就不是了 因為 幾動脈要送過去的時候呢 因為胎生的關係 所以代謝肺物 必須尾由母體那邊 來帶來處理 所以它不只是 送過去高濃度的二氧化碳 連帶了 它所產生的代謝肺物 也要送過去 可是幾動脈不是 不是 肺動脈不是喔 肺動脈因為 它等於是上一次的 提群結束 才剛剛拿到這批血液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 肺動脈裡面的 養分條件是很好的 你看嗎 可是 幾動脈的話呢 它的養分條件很差 就是以代謝肺物為數 那養分的 濃度會比較差 那幾靜脈呢 因為現在是換回來 胎兒所需要的東西 當然包括氧氣 所以這時候轉變成為充氧錢 以及 胎兒所需要的養分 所以換回來 那個相對的養分條件 會比幾動脈好很多 而且這是一個必要的 所以拿到這些養分之後呢 配胎就有資源 然後可以發育了 一直到它足夠成熟 所以 當成熟的時間到 大概多久呢 成熟的時間 成熟的時間 好 一般 260幾天 270幾天 大概這個範圍裡面 就是夠熟了 那所以 當胎兒 足夠成熟的時候呢 這時候 目前的 跡象顯示 似乎是 這個胎兒呢 告訴媽媽媽說 我要出來了 這樣子 所以媽媽這邊呢 就開始釋放一個 非常重要的技術 上次有提供 好 所以現在 分屏的 催產術 這個名字很貼切 好 所以催產術呢 它會開始啟動 那個子宮平滑肌 子宮臂的平滑肌的收縮 那就是啟動陣痛的開始 不過一般 一般陣痛剛開始的 那個第一次的緊縮 只會有一點那個 腹部內內臟 有繃緊的那個感覺 還不見得會到痛 吼 吹產術 吼 雖然很多裡面 會加那個前列線索 現在是我會補充這個問題 就是 可是講完之後 你們都會不產生 所以 把那個保留 列為補充的部分 就是 沒有 我們現在 要先讓那個生產 看起來是很輕鬆的一件事情 好 然後那個細節 所以 先吃上課 等一下 在拜一的時候 再補充就好了 好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那個 吹產術是負責啟動 那個陣痛前面的階段 然後後面呢 如果要順利完成生產呢 事實上 它有一個很有趣的 子宮壁的緊繃狀態呢 它會去刺激到胎盤 子宮壁是母體這邊的構造 那胎盤屬於胎兒這邊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那個牆壁面 往內緊繃 貼著裡面的那個胎盤呢 受到刺激 然後它會釋放一個極速 就是前列腺素 所以 後來的陣痛 其實主要是誰所造成的 就是胎盤屬出的前列腺素呢 因為前列腺素還記得吧 它主要的作用對象是 平滑肌 這邊是子宮壁的平滑肌 那這邊是那個 那個融貓膜 好 子宮壁的平滑肌的收縮 造成這邊被刺激到 它釋放前列腺素 那屬出前列腺素 那屬出前列腺素 隔壁 隔壁嘛 對不對 所以胎盤釋放前列腺素 就直接回過頭來 作用在子宮壁的平滑肌上 這時候 它會造成子宮壁 更強烈的收縮 你看 那這個是一個無限輪迴 好 就是正回饋的作用 所以 當子宮壁 持續性的緊縮的情況之下呢 因此這時候 胎盤的頭部呢 會被刺到子宮頸這地方 這時候子宮頸逐漸的展開 對不對 好 所以生盤的過程當中 這個過程就是最痛的 就是子宮壁的強烈緊縮 以及子宮頸被撐開的這個過程 那可是這時候呢 養膜很有可能破裂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就會有涼水流失 好 所以接下來的動作 最好是一氣二成 好 所以接下來呢 在子宮的強烈收縮的情況之下 或者是在那個 醫生的幫忙的情況之下 趕緊讓胎兒呢 可以順利的通過殘剎 就是通過子宮頸 通過營造殘除 那生盤出來之後呢 就是 胎兒翻臉之後呢 後面的這個階段裡面 那個胎盤 它原來呢 跟子宮壁的那個內膜的組織呢 是糾纏在一起的 OK 它這個地方會被刻意引導 讓它逐漸剝離 所以通常在生盤之後呢 很快的胎盤也會跟人一起出來 你看 那 脊帶這個地方呢 就是剪掉 然後 捆一下 就是 綁一下 然後這時候 就暫時性的 可以阻止這個地方 再有那個其他的功能在 所以這個過程就是處於分別 那脊帶鞋就是這個脊帶裡面的血 因為你剛剪掉的時候 這裡面還是會有殘留的血液 那所以 他們目前就是去收集那個生產之後 這個部分的血液 那所以那個要很嚴謹 因為你不能受到污染 然後又要盡量收集到裡面的 那個 他們要保留的真正是幹細胞 但我不知道說 他們收集下來之後 會不會篩選出那個幹細胞 因為應該不可能是 全部都收集 就沒有去做過工程 所以有興趣的可以了解一下 那可是脊帶鞋 脊帶鞋的保存極限 像上次聽到的說 可能是20年 但我對這個數字有點 持保留的態度 因為它是把脊帶鞋的幹細胞 保存在-70度到80度的環境之下 所以用非常低的溫度去快速去冷凍 然後維持它的火性 那問題是在於 就是說 那將來解凍之後 它的火性還保留多少 那在它保存期限裡面 那個設備有沒有出現問題 因為你知道溫度的升降 事實上都會產生變質 那個品質可能會下降 所以當然要不要保留你自己疼著飯 後來爭奪一下 我還是覺得算了這樣子 那好麻煩喔 對 好 所以分免完成 好 所以接下來 就生出來了 重點是就生出來了 所以生產這件事情 完全沒有什麼太沉重的負擔 大家要努力生產爆補 大家努力生產爆補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 國家的生產力有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要積極鼓勵大家 那個 一定要結婚 然後多生兩個三個以上 這樣子 好 這樣可以了解 好 那接下來問題 所以 他這個主題就不好 叫你們結婚幹嘛 對不對 完全是不必要的 你們的責任 是要努力生很多 我們人口 我們人口結構 會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談結婚 就覺得這個主題 好像有點不太恰當 這個時代在變 這樣子 那結婚的話 如果對特定的人 他可能有這樣的需求 比如說 遺傳性疾病的人 可能就有結婚的需求 可能生太多的 然後 所以那種 生個兩個 三個 很好 對不對 如果你那個 每一對夫婦都生五個 我們就要走回頭了 對不對 這個可能要養 養得起來 這個負擔絕對很強重 好 所以 還是我會特定的 目的的情況之下 要去談結婚 那結婚 怎麼結婚呢 其實有幾個 可行性的這個辦法 比如說 遺孕廟 對不對 遺孕廟的結婚方式 就是 用內分泌的原理 你看 只要 黃體素跟動情素的濃度很高的時候 FSH跟LH的濃度就相對會比較低 好 所以 如果我們可以利用高濃度的動情素跟黃體素 來回過頭去 強迫 腦垂線前葉呢 不要施放那麼多的FSH跟LH 只要這兩個激素的濃度低 就不會有濃口發育 沒有濃口發育 沒有濃口發育就沒有卵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從源頭去控管 阻止那個卵的產生 沒有卵的產生 當然就沒有生育的可能性 所以所謂的遺孕藥 其實裡面就是 人工合成的動情素跟黃體素 所以通常有一個適當的時間點 就是在月經週期結束的那一天 開始不用 那你看 月經週期 剛開始的 行經期結束的那一天 不用 行經期的這段期間裡面 你對照相對 它正常來說 動情素跟黃體素的濃度 應該是很低的 因為 動情素跟黃體素的濃度低 FSH的濃度就會比較高 如果我們可以在這個第一時間點 把動情素跟黃體素的濃度 標到很高的地方的話 這時候就可以產生這個效果 就是 高濃度黃體素和動情素 可以去抑制腦垂線前葉 分泌FSH更LH 你把FSH的濃度壓下來 它就不會去刺激濃炮 所以就沒有濃炮的發育了 利用這樣的一個負回饋的效應 來去阻止軟的產生 沒有軟的產生 後面都不用去上腦筋的 OK嗎 所以 你看 它一般的一個P次 的藥劑大約是28天 所以從月經結束的那天開始吃 一口氣連吃28天 然後 要定時吃 因為 你只要讓動情素跟黃體素的濃度 有明顯的波動 效果可能就沒有了 就這樣一閃吃就沒有了 所以 對於吃藥 不願意乖乖吃的人來說 這個你想要珍重一下 比如說 你可能第一次中午吃 從此28天 最好就是中午吃 這樣才能夠維持濃度的穩定性 28天之後停下來 大概隔天 最晚隔兩天 月經就來了 那月經結束的那天 再繼續吃就可以了 那如果想要充實 月經不要來 就一口氣一路給它吃下去 只能你想要停的那天 這樣子 OK 那因為它是人工合成的 所以到底適不適合這樣做 有人拿這個來調經期 因為如果用這種激素去控制的話 你就可以真的是把那個月經週期 穩定的調整大概就是28天29天 所以這是一個調經的方法 只是說這樣的能工合成的話 合物到底適不適合長期服用 這就可能要追蹤很久 到底有沒有真的有副作用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麼清楚 那另外一個就是用阻止的方法 精子跟耳朵可以產生 OK 那就從那個阻斷的這個方式 阻止他們有相遇的機會 所以男生這邊的可使用的工具 就是保險套 那女生這邊的呢 就是用類似材質然後做出的子宮頸帽 這樣子 所以如果這種東西的話 在射程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收集那個頸帽 然後女生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它就是一個像這樣行動的東西 然後在性行為的之前呢 要先這個套用在 就是塞到那個一道內 在那個子宮頸的那個起點的地方 然後怎麼套住 可是都會有一些問題 第一個是材質的問題 這 就是 南邊那個座 南邊那個座的 材質有一點瑕疵 對不對 這不是真的 刻意做出來的破洞 而是那個材質本身可能就會有漏失 對不對 所以萬一哪個超槍 它的精子突破 站在增出去了 對不對 然後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然 那正確的使用 一般來說的話 是當然 這個性行為開始的時候 就應該要帶 那有些人是做一半的帶 那時候其實 早就已經偷跑了好多個人 對不對 那你們知道偷跑了沒有那種 那個運動力超強的 然後很左速的就游到宿管管那邊去 所以後來會加強 那個阻斷的效果 那個會塗那個殺精器 在那個裡面 這個前端的地方 所以精子 只要接觸到殺精器 基本上呢 就可以很快的拿殺死 那你看 這個只是一個像這樣 比如說如果子宮頸在這個地方是 是鐵柱 那有沒有那個精子 會從旁邊這個地方 你本來應該是撐住那個陰道旁邊 那這個地方從旁邊那個 那個 就是鑽過去 對不對 所以也是有可能 所以那個子宮頸到這個地方 是也可以塗殺精器 來加強那個效果 但難免都會有肉絲 這個成功機率的話 非常高 已經快要接近百分之一百了 所以避孕藥的方法還是比較可靠 那這個呢 很多情況他們講說 有一些 保險套搞不好 它的那個有效性可能 直到九層出頭而已 所以不是絕對可靠的 那至少有種病沒有 而且有時候 現在的那個性行為關係 太複雜了 所以有時候 帶在這種東西 還是會比較安全一點 減少一些不必要的干擾 那這個就比較 不是很建議了 所以他們發現呢 只要把那個子宮 把子宮可以撐開 把子宮可以撐開 基本上呢 它就可以干擾那個胚胎的桌床 那 有些特殊的材質 像這個銅 它會釋出銅離子 銅離子也會干擾桌床 所以有一個是異物 異物的撐開子宮壁 干擾桌床 那有一些是用那個成本 釋放銅離子來干擾桌床 可是這樣 我們有聽過好多 不是很好的案例 就是 這種材質有一些是屬於那一種 特殊的塑膠材質 但有一些是真的含有金屬 這樣子 那因為人的姿勢 也受傷很難 動來動去很難講 然後 通常教科書也會把那個子宮壁 畫得好像非常的厚 事實上子宮壁根本就沒有那麼厚 對不對 所以一不小心的時候 那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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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 就扑過去 就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發現了 所以通常很多是傷口已經惡化之後 才發現了那地方出問題了 那可能後來就算是處理好了 可是那地方可能是受到嚴重損傷 所以這時候他懷孕好像有時候會比較複雜一點 但還是有救回來的 他沒有救回來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老實說 真的還覺得他不太適合有個人觀點 所以這個基本上 這個是你要花錢 但是如果將來你要避孕的話 可以叫男朋友或叫你老婆花錢就可以了 這也是你不想準備 就叫你男朋友準備就可以了 他那錢要是你花 但是我覺得還是我之前講的比較重要 你要這樣先出去一張詳細的健康檢查證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那卡士卡在這邊 好